2024泰国大师赛南丹第一轮 台湾新兴林俊逸 在开局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第二局后半段突然苏醒 连得11分强势翻盘 最终逆转新加坡小将郑家衡 晋级到了16强当中 本来林俊逸首轮的对手 是4号种子长山甘太 但由于后者退赛 因此换成了郑家衡 或许是因为对手实力不如自己 因此林俊逸在首局 有些轻视郑家衡 防守端的表现相当低迷 被判了过往击球 这局基本上凉凉了 这球居然漏了 太罕见了 自己也是相当懊恼 郑家衡中路的杀球 林俊一挡出界了 这样新加坡小将先生夺人 由于防守端感觉糟糕 导致林俊逸很多反击都没能打出来 进而影响到了进攻的状态 第一级失误太多了 郑家衡杀上网得手 第二局又取得15比10的领先 本以为 这比赛大局已定 没想到随后形势却风云突变 林俊逸突然想换了一个人 前面被持续杀穿的球 现在不仅能够防住 还能打出反击 防守端积极性的提高 也能够让他充分发挥进攻中的优势 又是斜线大脚的劈沙 追平了比分 这两个回合 面对郑家衡的搓球 林俊逸都送出了高质量的放网 这次抓推杀中路 再得手 林俊逸突然的一波提速 让郑家衡节奏有些乱了 气得差点砸球拍了都 往前斗法 又失手了 小伙子还是太年轻啊 士气正胜的林俊逸突然偷后场 随即重杀直线 郑家衡彻底崩盘了 最后 林俊逸更是以一记极限勾对角 潇洒得分 他轰出11比0的高潮 拿下了这局 林俊逸在防守端 突然就肩不可摧了 郑家衡估计都很奈闷 难道他前面是装死的吗 贵地挡住对方杀上网的攻势 最后还轻调往前得分 这回合太提士气了 肯定就移担chte 高洋 闲场连续地调动对方的重心 林俊一打得愈发从容 反观郑家衡 肢体语言写满了沮丧二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过渡左侧 搓一拍逼迫对方起球 再杀直线 一气呵成 随着郑家衡放网失误 比赛也就此结束 林俊一连胜两局 上演了大逆转